適合 俊兒剛才為兩位皇后上香 聞到的香味特別休香宜人 真的很特別 是本宮命人裝花品滲入香中 是特製的,希望他們喜歡 淑太妃一番心意 相信宿明皇后和昭成皇后在天有寧 一定會感受到 俊兒會命人按照淑太妃的盤方祭香 以後就用這種香代替檀香 日後供奉兩位皇后 好,你帶領上宮局方寸有道 打理後宮井井有條 連細節都一絲不苟 聖上有你這位言後 真是我們大堂之福 淑太妃過語 俊兒遮住好自己本分 聖上雖非我所出 但見到幸福安康 本宮也心懷安慰 所以聖上他日起鑊鱗鱷 你一定要謹記關懷善待 要事如己出 屬太妃寄語,俊兒銘記心中 其實自古君王 都有過繼子子的做法 被如漢招帝因為無旨 就由他的外生劉鶴繼承帝位 而聖上和宋王兄弟情深 就將宋王的兒子過繼聖上 親上加親應未嘗不可 聖上乃是大堂的君主 傳承大堂的基業 和我禮堂的血脈同樣重要 善文哥繼下義 又如何能及得上自己的親生骨肉呢 我深信昭誠皇后座天之靈 也很想見到聖上知凡業謀 而宣妖失 開卷有益, 讀書是好事 關你坐吧 書裡面說 漢武帝的皇后為子夫一身言德 聲明軟薄 但是武帝晚蓮竟懷疑她 下謀提示造反 而為皇后最終飲恨自盡 為皇后以死明治 朝野上下一片嘩言 武帝亦敢震撼 如果之前是從書局 鄭超儀真是葬身火海 不知道陛下午夜夢魂 是不是一樣輾轉反真? 其實你今天並不是你有所提問 而是要借古禦金另有所致 不過超儀和慧皇后不同 的確不同 因為超儀是當朝鎮國太平公主的愛生女 所以陛下你對她身為繼敵 對她不予信任 懷疑她是太平公主的善眼 就是我誤會了鄭超儀? 願意不敢妄嚇斷言 願意只知道 我很認識的鄭超儀 坦率、真誠、厚無機心 無論想什麼、做什麼 時時都是以陛下為先 就像那天大火 鄭超儀之所以是從書局 就是度女質和女戒 想學習如何幫陛下分憂 但是她從火牆死女逃生 陛下這麼久以來 就是禮貌性地探過她一次那麼多 陛下 其實由始至終 鄭超儀只有一個願望 就是希望可以和陛下 鳳凰於飛、幸福美滿 她一直謹守本分 很希望陛下可以相信她、接納她 難道陛下真的要等到她 以四名字的一天才追悔莫及? 最近周邊動蕩, 事端頻繁 你要多點跟各州聯繫 特別是郭將軍 參見陛下 你先稍後一會 我跟何忠郎還有話說 郭將軍品咒內容事關重大 你跟任將軍說 他會明天來書房 一堂相宜, 郭將軍所走之事 是, 臣告退 陛下傳召純熙 是不是有什麼要事? 沒什麼要事 只是上次你所譜的樂曲 我修改了一些旋律 想邀你共上 陛下邀請純熙聽琴 我也很久沒有靜夜苦琴 不知道你有興趣煮茶相伴 共睹兩宵? 有 好 陳熙, 很久沒欣賞到陛下的琴音 好, 那就琴音妖良, 解人相伴 今晚不需要任何人事後 是 臣下今晚的心情似乎不錯 長夜晚晚, 琴音相伴 心境難得有一刻的平靜 樂曲果然可以修心養成 剛才沉在陛下的琴音之中 淳熙心循曲動, 心情又差一變好 那你因什麼事心情差? 是否因為我? 純熙知道因為舅母的關係 陛下對純熙難免有所戒備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戒備? 純熙對陛下的正事一無所知 亦無二去知 根本沒有對舅母透露過半句 我相信你 所以我打算跟你在靜夜之下 共鑑真相 真相? 待茶香四溢, 水氣蒸騰 就是真相大白之事 果然是你 姓常略思小計, 你就指頭落網 好 香氣漸濃, 茶, 你快煮好了 煮純熙愚笨 陛下所說的真相大白是什麼意思? 有關純熙什麼事? 不關你的事, 是我應該向你道歉 先入為主, 就會一葉障目, 不見泰山 我應該放下成見 才可以見到真相, 看清全局 神參見陛下, 已經事成? 是, 果然不知閉下所料 人葬驅鑊, 確實無異 他就是太平高主的內奸 是誰? 是你的貼身事給芙蓉 芙蓉? 這個人, 還還給你 芙蓉在哪裡照顧你不夠體貼 不夠細心? 他就是太體貼, 太細心 不只留意我的一舉一動 就連聖上的一言一行都不放過 在我背後攪弄風雲, 禍害聖上 這些危害後宮的奸細, 順利不需要 芙蓉在本宮一手栽培出來 讓他可以在你身邊 好好照顧你, 保護你 免得你受奸人所害 你向來都單純天真, 印線人欺 本宮為了保你萬全 你知不知道本宮花了多少心思 做了多少功夫? 是謀了多少心計, 算了多少機關 表面關懷備至 實質將芙蓉安賊在我身邊 為你通風報信, 刺探軍情 陷害聖上 你不要妄自逆賊 扭曲本宮對你的關心 本宮已經再三叮捉過你 共中險惡, 人心難測 人心難測, 包括舅母你 我一直以為 舅母對我是真心疼愛, 私欲己出 知道我仰慕聖上 就將我送入宮中 保證我如怨已償 你一心以為舅母是為我幸福著想 原來你也是為你自己考慮 所有事都是虛情假意 我只是你一隻棋子 說夠了? 還沒夠 順喜知道舅母你的權傾朝爺 一直以聖上暗鬥角力 但順喜小想不到 你竟然連身邊親人都利用了 放肆 停手 誰敢打我超儀? 參見閉下